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技脸琪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如何注册XSGP 那么最近我们注册XSGP是越来越简单了 我们不用再像以前那么复杂去进行注册了 那么影片中有几个重要点需要大家仔细观看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科学上网环境 这边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台湾的 或者是其他国家 但是不要使用一个香港的 而且模式我们要调成一个全局模式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访问它的一个注册界面 那么现在我们就已经来到XSGP的注册界面了 如果说你访问不了 那肯定是你的一个节点有问题 而且呢这个界面我们最好用一个无痕模式打开 无痕模式的话我们就有Ctrl加Shift加N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无痕模式 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浏览器右上角 有一个新建无痕模式 这边的话也是可以的 那么接着我们就点击后面的一个注册 然后我们就会来到XSGP的注册界面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用谷歌或者是微软或者是苹果 当然上面你也可以填你自己的邮箱 这边我就填写一个邮箱 填下邮箱之后我们点击注册 然后接着下面就会让我们创建一个密码 这边我们只需要输一个我们自己可以记住的 那么这边的长度 它要求你是12个字符以上 然后我们再次点击绿色按钮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给我们邮箱里面发了一个邮件 让我们去进行验证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到我们的邮箱里面 去进行验证 好我们来到我们的邮箱里面 这边它给我们发了一个验证 我们来进行验证点击绿色按钮 好那么这边就会告诉我们 我们的邮箱已经是验证了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注册界面 我们刷新一下 那么接着就会来到这一步 让我们填写我们的一个信息 以及我们的一个出生年月日 这边我们就随便填写一下 那么下面的出生年月日 这里面我们一定要填写 大于18岁的 这里呢我就随便填写 当我们填写完善之后 我们连续注册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一个XGP账号 就已经是做成功了 我们现在来尝试一下 我们来问一个问题 那么使用起来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注册方法也是非常简单 所以说想使用XGP的朋友 赶快去进行个注册 因为我们不知道 它后续的难度会不会进行个加强 所以说我们早上早享受 那本期影片就分享这边 如果随着本期影片对你所帮助的话 那么记得点关注 这里是科技类奇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